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社会的持续成长和职场的发展高度统一起来 那么在社会处于高度浮躁 大家一夜向暴富的环境下 我们可能有99%的企业 99%的员工 还要抱着平常心 恒心手拙 做好自己的眼前工作 本质工作和企业工作 但是我们知道要有良好的愿望 这是一个成功人士的一个出发点 但它不代表一定会成功 那就是说 我们知道职场是要打拼的 企业是要竞争的 客户要求不断满足对它的增值服务和特殊服务 那就是说 我们做一个职场工作者 胜任职业能力的要求 就越来越高 因为过去我们一直讲 要愈思俱进 也要求真务实 但本质就是 要具备职业能力 那怎么样胜任职业能力呢 那我想呢 条条大到通罗马 我想在座的朋友 从事的职业岗位差异很大 对不对 千差万别 从大学教育的课程 我们知道差别很大 但是我想呢 在职场要做好自己的职场能力 它可能有很多共性的问题 共性的问题 第一点呢 我想呢 要告诉大家就是 首先 要了解自己职务的方法 了解职务的方法 都知道 哪怕是清洁工 你上班一定要搞清楚 我干啥的 哪地方该打扫 哪些地方不该打扫 就是家庭一个保姆 终点工 他到家里来以后 你一定要给他讲清楚 讲不清楚 做不好 真的不能怪人家 怪人家 所以了解自己职务的方法 是非常重要 第一个是要充分了解 自己的职务的责 权 利 这种关系 这种关系 那么 义务都知道 你拿薪水 就要承担义务 天经地 除非我不进你这个公司的门 那么就没有义务 就没有义务 第二是 权限 过去认为 一将权 就是好像当官的有权 实际真正的 和谐的 健康的职场 人人有权 人人有权 但是这权的 和他义务是匹配的 第三个是责任 第三是责任 有义务 就是有任务 有活 跟进了权利 最差要跟进一把驼把 那么的时候 就要承担责任 所以义务是基础 没有权限 承担不了责任 所以现在发现很多企业 都在企业的不断的变革中间 是以 不管是大公司 小公司 组织机构 都是始终在处理 义务 权限 责任之间的关系 今天有没有展开讲述 企业组织里边有很多组织 包括过去的垂直型组织 总经理董事长一把抓 从上插到底的有 有层级分别的有 那现在很多组织 就事业部单元的也有 像现在国内的很多企业 才有事业部 但也有具论结构很成功的 像联想集团 联想集团 它的产品部 是比较独立的 制造是集中的 但是销售平台 在国内本土的销售平台 它是高度的 在一个平台运作 然后把联想全国的一些分销商 大的分销商 都做几个亿的 十几个亿的 它也是联想的除了手机之外的 全线产品 但是现在比如说我现在服务的美地集团 它从1997年开始改革 就是以市场导向进行事业部 那是完全的事业部模式 单大独干 冲锋陷阵 老板看每个事业部的年终账本 卖多少 赚钱 最近我们也看到 网上刚看到一个消息 像长虹赵明先生 现在接任 联一峰 CEO的职务有很多年 董事长职务很多年了 最近又看到长虹寒带家的 事业部的分权放权机制 在中国企业的时候处理不好 一抓就死 一放就可能会活 可能会活 所以说中国的你看很多企业改革 就是解决收和放的问题 保中央和地方政府也是这种关系 所以说义务权力 权限和责任 它在职场 都是紧密相关的三个要素 那么什么是责任呢 就是分配给每个人的职务 都要规定 他该做什么 即如何做 明确的规定 该做什么 即如何做 就是这职务的责任 所以有时候 这年我还是因为 这个公司不是很大吧 每个人呢 管理干部看得很清楚 比较清楚 有时候突然冒着 有些人有综合才能 有时候自己当领导 又犯一个毛病 就说这小子这方面行 马上想用它这方面 可能有时候跟他原来确定好 他的岗位 包的薪酬 是有冲突的 但是如果把他岗位 迅速转移过来 有些萝卜拔掉了 坑流下来 所以在企业管理 最难就是什么 企业的现象是叫 锅多 盖少 盖少 事情每天多 但一发现能用的锅盖 就几个 所以这样就会造成结果的 有时候 老板愿望很好 想多用对方 但有时候传承冲突 这个责任 不清楚 所以责任是在职场管理中间 第一条时间 确实把责任说清楚 说不清楚 你说 抽麻将 四根 不知道最后谁点炮了 最后怎么出问题了 责任不清楚 第三个是权限 为了完成每个人的责任 必须配合完成责任应有的力量 这个力量称为权限 权限是完成工作的配备 负责任越大 就需要配备相对应的权限 所以现在中国就出现一个现象 这个老板累死的 员工闲死了 就说有些企业 就没超越这种问题 所以我都经历这个阶段 但主要是行业特殊性决定的 那么就说有些企业呢 就它不放权 民营企业 首先财务抓紧吧 客户抓紧吧 两个抓紧呢 剩下什么抓紧 什么看看都很重要 所以有些老板就解决民营企业 就解决不了 这个对自己要控制权限 大企业比如上市公司 那么公众公司 为什么很多民营公司要上市呢 就是要解决限制老板的权限 他才进入良性的智商环境 可良性的公司运作 我们知道创委集团 这个黄公升先生 发生了一些不愉快的插曲 也是在人生中间一个 却值得继续教训的事情 因为过去的企业 基本是从上到下 从里到外 都他负责 甚至包括有广告的招贴话 他都要亲自看签字确认 所以原来过去 我在创委事情很短 有些广告公司上 杜总你不要操那么多心 最后签字 还是老黄签的 我们把老黄搞定了 就是我们跟创委合作的基础 这些说法我听了 就不要谈什么了 所以说 他老板这样操心 有他道理 因为他觉得企业创业 走过来不容易 很多年轻 或者其他职业人士 可能不一定理解这种苦衷 但是从现代企业制度 也就是说 对老板也要宪权 这是叫现代企业制度的特点 宪权 所以国家也是 政府改革也是解决政府宪权问题 因为政府 无限政府和有限责任政府 是不一样的 对不对 所以这点我觉得 这些道理是放置四海而皆准的 第四个是义务 当你承担了责任 你就必须百分之百的 完成你的责任 百分之百的完成你的责任 就是你的义务 当这话有些说了 那有些事情 老板硬踹给我了 硬要做的 这个 这个就是 可以说是巴罗部长的 是吧 有些是巴苗柱长的 那我没办法 也不敢说拒绝老板的要求 但是这就是说 当我们讲是理想的 这里边就可能要沟通啊 要有一个很好的机制运作 那么这里边就是 我们要承担义务的时候 我们要有中途报告的义务 这个说企业管理最怕 你把事交给谁了 中间的不吭声 也许做得很好 但就怕的不吭声 我多次有在内部开会有讲 我是这样 咱们人非胜贤 人都有毛病 人能力有限 但一个前提 你不行的时候 你一定要提前告诉我 你当时不行了 你再告诉我 来不及 只能我熬夜了 我们做资讯院 最后是杜建军最后的收场了 对不对 不行我们可以讨论会 不行我们可以 组建新的团队 第二个是规范工作 工作要规范 要规范 那么第三个 越权要先请示 在职场里边 做人难的时候 有时候就是因为 担心啊 有时候一句话没说好 没说汇报不好 或者是我最早 原来在一个香港 合资企业 咱们中资的一个副总 也不叫中资 一个常副总 对我非常看重 就说小杜 你将来 我感觉你不可限量 我说真有眼力 实际我们是普通人 但是我就很 在招聘我 他就很认同我 当时我在92年打工 冒着大雨 实际上避了很多证书 那时候我发表很多文章论文 撒冒一个 就去应聘去了 当时我要针灸 在中国社科院 中国的东智门的中研究院 针灸研究所 我在那进修过 经络研究 他很看重 后来我就对新冲感激 因为当时我还管点 医务工作 手里有点药 有时候也是关心一下 我们另外一个上级 香港老板 不高兴 只要看杜彦 进了个办公室 那就两眼冒清醒 实际根本就没有 他不是直接领导 他常服务 后来就 后来我在这个职场 就约做人来 做了一年 我做这个 兼这个人事主管 是临时主管 接了半年 因为他就不给你转正 就不给你转正 你明明知道 他在给你穿小鞋 他都觉得你 越拳了 或者怎么样 实际根本就是误会 职场误会是很可怕的 会陷入企业 职场政治 这个叫遵守规定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 责任 权利义务 它是相匹配的 这三句话 六个字 实际概括了 真的职场的真谛 但做起来 确非意思 确非意思 帮助解决实际问题 跨国公司管理经验的学习平台 中国企业走向世界的起飞基地 第二个呢 我想给大家了解 交流就是 要了解你工作的前手和后手 前的后手 如果你在工作中 能充分考虑到 你的前手和后手 你在执行职务时 必定会赢得很高的评价 能用着积德 用着行善 用着相安无事 和谐环境多好 那很多人就觉得缺这一点 缺这一点 这个有时候 我太太 这个前段是去年也是 学开车 下决定要拿到牌照了 她就有个问题解决不了 她说一开车 要往路上走就怕 为什么 车太多了 前后车全是车 要么怕人家撞我们 要么咱弄不好撞给别人 这时候怎么办 我跟他讲了一个方法 我说实际 哲学方法里面最大一个学法 就是不复杂 问题简单化 就是你坐上开上汽车 你想一想 汽车就是控制前后左右的关系 前边只要控制 不要追尾 后边看看反向灯 不要人追上来 你要走主道的话 你会不会不要 没有这个本事的 就不要拦着刺激活 就不要在超车道上走 就在你走的正常形式 你就不要考虑别人超越你 你就考虑前后的心 慢一点 这就是解决问题的方法 把前后关系照顾到了 前手后手想清楚了 汽车不管在茫茫大 再多汽车的车堆里扎着 你的车永远是解决两个矛盾 前面后面 不考虑其他 我一说他 他说忽然开朗 但是还是怕 这说明一个道理 讲道理容易 做起来难 但是确实来讲 一个企业再大 你发现再大的CEO 上面有董事会或者股东 他就是一个上下左右关系 很简单 处理好了 就大家都好 你好我好他好都好 处理不好就问题就多 像海尔做的就比较激进了一点 他把海尔把内部的上下游 用市场链的关系建立去考核 下游是客户 上游是 下游是上游的客户 你这个上游要想赚钱 要想效率做考 下游必须让下游做好 你的流水作业 他中间不会堵车停滞 平静管理 所以说平静管理 我们知道前两年是 以色列一个著名的物理学家 写过一个目标一本书 简单的管理方法 他就讲到 其他再复杂 效率低下 不管任何时候 他就有平静 有时候是主要核心平静 有一次次要平静 管理学的本质就是 发现平静 打破平静 又出现新平静 再打破的 不复杂 跟解决堵车一样的方法 所以我觉得 这是说 基于这点考虑 第三 上级客户指令 接受与有效沟通的方法 因为你有上级有客户 什么叫指令 这必须完成要干的 谁给你发工资 一旦交代一件事情 就是指令 谁给你给你钱的客户 客户提出问题 就指令 前段我们给一家企业服务的 本来报告还没出来的 我还有点时间的 结果突然他们临时要开会议 说老板要到场 高层老板 集团老板到场 说杜总 你要在会上来讲两句 汇报汇报 我说是啊 不是叫我难受 我说这个调研诊断还没出来了 我们做事比较谨慎严谨 他那不行了 这个时候 你是专家 对吧 你的看法讲出来 本来正常是要 像满汉全席 一盘菜端好 这算是我们完成 但是客户需要了 你就要马上改变 因为他是客户 那么接受指令有三个步骤 三个步骤 第一个步骤是 积极响应指令 是客户是上机的 给你的指令 除非上机会变 是吧 那你要积极的接受 这个积极的感觉啊 当领导的 是不一样的 下面不积极啊 你能感觉出来 所以我觉得咱们要 从换位思考的话 如果咱们做下机的 多地上机考虑一下 反正要积极 第二次 书面记下主管 或客户 交办事项的重点 这修养很重要 好脑袋 不如个烂逼头啊 国王今来都讲个道理 另外老板 或者领导交代你事情 你拿着本子认真记着 那什么感觉啊 领导很过瘾 心里很舒服 话全记下来了 虽然不是十八千做死记 记得很真实 但是呢 重点记了 我们在拜望客户包 我现在我的年龄经历 说句实话的 我的养成习惯 只要见到客户 一坐着 马上我带变天本 我也不会拿大板 还记得装过作样的 就把要件记下来 这个确实很有帮助 所以我觉得书面记下来 很多人就解决不了职场 就这一点就看 一打电话张三 你过来一下 沉过来了 什么事 交代吧 哪个本子的 步骤三 理解指令的内容 理解指令的内容 所以这个就是拆解分解了 十一字说穿的就是 一个叫积极 一个叫书面 都达到了 你就会理解嘛 如果不积极 左耳朵记右耳朵出 如果又不记书面不写 那你理解不了 你说这个情况 你能力 你下去后把这设计做好 恐怕很难说 当然很简单的事情 也许 这里边就一个 我这几年总结一个 一个发现一个现象 这个从八十年代 那时候我们上大学的时候 八十年代初 就看那个郎平 看郎平打排球 那时候宋志琼 解说经常说 一传不到位 一传到位 好 组织二次进攻 组织进攻 什么二传组织进攻 什么什么被溜 什么短平块 什么实践差 全是靠什么 一传到位 一传到位 所以这一传到位 是排球成功的一个重要法则 重要法则 我们现在就知道 在企业内部 当顾客的信息 市场的信息 过来以后实际的讲 往往出现 像对手有意给你发球 上来 都会有意发在你的手上 会发在三号位 五号位之间 你消极一下 他犹豫一下 球就落地 所以我们知道 排球制胜的共要原则 一传到位 今年我们在石金赛 中国女排失败的 没有进入前四年 我觉得总结一下经验 谁大家看 陈农河也很痛苦 谁就是遗传不到位 大家只是不同意的观点 这遗传组织不到位 人家把你 一样子把你组织的结构 格局打乱了 时间对方准备充分了 你进攻能力不具备了 哪想原来的孙金方 那么二传的水平 再难的球 孙金方的文入泰山 把球转到合适的位置 狼平扣球 现在很难 那个年代排球 真的排球精神 真的是舍命救球的 现在女孩们都 都独生子很娇气 一不小心就碰伤了 怎么办呢 所以从这一点来讲 遗传代表到位 对企业内部来讲 它也是至关重要的 至关重要的 所以我觉得在 有时候经常在想 世上很多事情 确实没有绝对的真理 它只有辩证的真理 也只有取了一步笔相 很多其他行业 跨行业的智慧和现象 对我们是个启示 是个启示 所以这一点 我想要做到这一点 遗传到位 不管对老板给你发的球 上级发的球 客户发的球 竟能对手发的球 在企业内部建立的机制 是争取把它救下来 休息十分钟 好吧 谢谢大家